我跟你们讲 这次一定可以 我已经准备好拿到我的铁了 OK吗 而且我们现在其实也有一点铁啦 我现在就来跟他交易 等一下我的绿宝石好像不够啊 我如果要绿宝石我直接去砍树是不是比较快啊 我在这边慢慢做 然后他一天也不会给我多少铁 我玩这个又不可能挂机 算了 我们先去砍树吧 我们把这个村庄能砍的东西都砍一砍好了 你们相不相信我现在回去已经可以看到铁了 要不要来打赌一下 我现在回去到底能不能看到铁 我自己猜测可能会有 阿洛你要开赌盘了对不对阿洛开赌盘 铁人坛里面到底会不会有铁呢 我先来去多砍一点树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外面砍树砍一天 今天就是砍树的一集 然后我们砍完之后回去看看 到底有没有铁巨人 阿没有的话我就要气死了 总之阿洛 其实现在3点也差不多啦 你觉得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回去了 各位 我现在就回去看一下保 其实结果应该可以出来了 我马上就回去看一下 目前看起来没有铁券伸在外面 好紧张喔好紧张喔各位 3 2 1 不 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 各位 好啦各位不然这样 我们在屋顶正上方再弄一个嘛 屋顶总会了吧 屋顶总可以了吧 屋顶总可以了吧 你们没发现他们这里完全没铁巨人吗 代表没有空间给他生了 唯一会出的就是那个 这里面 可是这里面的话又 该怎么讲 村民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区域 工作站点这边 集中在工作站点这边的话 这边不会出 还是我们要趁晚上把这边再扩张出去 好像也可以 我来试一下 我就是把工作站点放在这一排 应该就可以了 这样他们来工作的时候就可以 各位你们觉得这样村民是会跑出去吗 应该不会跑出去吧 我猜不会跑出去啊 我觉得不可能跑出去 好吧绝对不可能 所以我现在要把工作站点拆过去 你们也会跑出去吗 不会这样他就跑出去了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会奉公所法的 OK嘛 就这样子 诶 他怎么起床了 来我们睡觉 明天再看看 到底有没有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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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